以下这几个字为什么不能这样写 想知道原因呢 来听听老师的讲解 首先第一个五字 大家看一下 五字的主要问题是在于 底横给它翘上去了 虽然我们总是说横要扛肩 横要扛肩 但不是所有的横都要扛肩的 而写在汉字底端的时候 不管是长横还是短横 都一定要平稳短正 为什么 因为底横一旦翘上去 整个字的重心就失衡了 所以写在底端的横 我们要做到平稳端正 你看小短横 可以微微往右上倾斜 像上部的小短横往上扛肩 这是没有问题的 然后竖画略微往左倾斜 然后横 注意不要超过这个 横折不要超过这个横画 到这压一下 转折往里收 然后底横要平稳端正 大家看一下 这是五字 只有底横平稳端正 才能保证整个字重心平稳 第二个凤字 凤字的问题其实主要是在于 主次不分明 大家看一下 横向把横拉长了 然后撇纳也拉长了 到底哪个是主笔 大家记住 像这里上下结构 中部出现撇纳组合的时候 一般撇纳组合是作为主笔 要放开的 那其余的部分 我们要收紧来凸显主笔撇纳 所以第三横是绝对不能写长的 那凤字上面的春字头 大家看一下 小短横轻入别 再来一个横 然后三横紧凑 三横紧凑 而且都比较窄 然后你看撇往左边给它伸展出去 纳画你看延展出去 撇纳是伸展开的 主次分明 然后下面的内容往上引 大家看一下 这是凤字 第三个固字 其实固字的主要问题是在于 左右两边都写的太平 写的呆板不去 而且没有往中间去聚拢 会写的整个字型比较松散 固这个字 其实是一个左斜右正 左斜右正的组合 大家看一下 左边的内容 你看 横轻入比往上倾斜 然后树画穿过来之后 好 口 往里内收横 画往上倾斜 但是不要超过这个横 大家看一下 横折不要超过横 它整个是左边 右边高往右上倾斜的 往右上走 然后你看 反文旁紧挨着股字写 在反文旁这个撇画的底端 我们接上这个横 可以没有 然后撇画往左下走 可以没有 横画 左边的横画往右上 然后右边的撇画往左下 它其实就形成了一个合报的姿势 现在中工收的特别紧 然后你看那画往下压 好 我们往下压 然后放出那角 内聚而外散 中工收紧 这是固责 船字 船字是什么问题 船字其实主要问题在于 左边单人旁写的太长 左边单人旁这个纵向笔画 什么时候可以拉长呀 一定是因为右边 它没有纵向笔画 而且是宽扁的字形的时候 单人旁才可以拉长 但是你看船字右边这个砖 它是扁形字吧 显然不是 那你看 砖字我们就要竖向走 然后把单人旁写短 大家看一下 匹 竖直行往下 然后短 再来一个 恒略长 然后竖画 其比略为高一些 略为往左边倾斜 然后折过来 压一下 往这走 点画一下压 大家看一下 竖折匹 这个横向这里是非常窄的 然后中间这个横稍微宽一些 你看这个点画往下走 这个船字大家看一下 它就是一个左短右长的字形 因为右边这个砖字 它不是扁形字 明白吧 好 咱这期视频就给大家讲解到这了 就是一个反应的 耳看 就下去了 跟这个阅 但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